背着大包包孩子们顶着风逆风而行 走过崎岖山路越往山顶挺进过程中手脚并用 他们是来自彰化突库国小学生 要挑战和欢山宫顶 空拍镜头山景壮阔 小小身影朝着镜头回挥手 彰化突库小学过去是推动山顶教育课程 学生平时接受系统化的体能训练 毕业前让毕业生挑战高山登顶才能拿到毕业证书 我们要爬上来是为了要领毕业证书 避免高山症孩子们先在亲近农场住一晚 适应环境一共四名毕业生 但最后其中两名女学生中途放弃 从头动到脚尽管有人并未完成工顶 但过程中勇气可嘉 在山顶上留下感人一幕顺利毕业 也为这六年的国小生活写下完美句典 整串肉粽起锅有民众等不及 摊外钱大快躲移 吃完没关系再买就好 它价格多少钱 十块 肉粽一颗买十元 真的没听错 十元的肉粽包什么 糯米菜包三层肉 还有雪莲籽三种料 一点都不马虎 它都正在颜控了啦 馅料该有的都有 大小虽然是迷你 但放在十元的硬币旁 比一比面积超过三倍大 一天可以卖超过两千颗 天天秒杀 利润要抓得很薄 但是妈妈说过的话 我买去 我平然就卖去 张老园里的菜市场 有卖了十几年不涨价的十元肉粽 台中也有铜板加肉粽 没有点我就摆摆 七点开卖 凌晨五点就有人来排 工作人员快手不敢停 因为瞬间就会被抢光 市场内的肉粽用的是长糯米 包了虾米 菜脯 猪肉 一颗买十五元 修个短袜 来到客家庄 品尝小吃摊的客家粽 这一颗包着豆干 萝卜干 还有猪肉的客家粽 买二十五元 十五年来从没涨价 很好吃啊 料也很多很实在 物家飞长 各地还有佛心家肉粽 洞长苦撑 也替民众减轻一些 通膨之苦 解中部综合报道 掉下掉到一半 男子居然头下脚上 整个人栽进去 真的没看错 男子原本坐在虾池旁边 顾着吊杆 发现前方有动静 弯腰想看看 结果右脚才刚跨上去 这一跨不得了 脚一滑 两手一伸 标准跳水姿势出现 居然头下脚上掉进虾池 摔了一个两脚朝天 得逃灾 跳甩过程 被过路的阿姨看到了 阿姨你路过怎么不救啊 眼睁睁看着他落水 男子就像掉进游泳池里 两手狂拨水 还得自己爬出虾池 拨开脸上的水 尴尬的转身剪掉杆 眼镜 眼镜掉下去 就直接这样 往前翻下去啊 就请他先回家 换一个衣服 下次再掉 真的太糗了 老板安慰男子 先回家换衣服 这回给你掉免费的 这个掉虾场 在嘉义市区 男子一个重心不稳 居然掉进虾池 网友笑说 怎么感觉 他是被虾子掉走 硬紧的在小小的虾池里 真的是羡慕包场 就是比别人好玩 花同样的钱 他可以下水玩 老板说 客人掉进虾池 其实之前就发生过 掉虾 注意的事件就是 不要掉到池子里面而已 我一定的 他要把他捞一下 他在旁边没有人有发动 因为掉到虾子嘛 他紧张嘛 要捡虾子 不小心跌下去 有这个状况过 就是可惜旁边没人 几时拉他一把 摔进虾池 全身湿透透 虽然赚到一次免费掉虾 但这经历 恐怕男子也不会想要 再来一次 记得侯国文宋费成 林志会 嘉义报道 用培养细胞 来对抗癌症的再生医疗法 执政者想强度关山 但翻开发条 病患得花百万 甚至千万做的再生医疗 根本没保障 法规中 业者不必有完整的临床实验 就能把细胞 倒在病患身上 出事还免刑责 细胞制备 甚至不用符合国际规范 省医会全由政府决定 而医院还可以开生技公司 各界炸锅炮轰 如此为财团或生技业者开后门 实在太扯 连我们的动物用药 都要经过GMP 在台湾人 不要 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个理由 他们讲说 这个可以 有很多的商机 你要再培养高端 第二高端 第三 只为了赚钱吗 过去 文书部的版本 还要通过GDP GMP 现在怎么都拉掉了 人民这么不值钱 中研院士陈培哲质疑 过去执政者历推的光电业 爆发黑金疑虑 再生医疗就怕步伤后尘 而本该以医疗为本体的意愿 恐怕沦为暴力赚钱的单位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应该要去查一下 再生医疗法 是不是高端又投资了什么公司 要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完全像是 为高端量身打造一模一样的东西 可以不用临床实验 可以不用符合国际规范 完全政府单方面决定就硬来 这个恶法如果通过的话 大家绝对要上街头去抗议 各界反弹声浪中 再生医疗暂缓三毒 民进党当初让高端过关 读步全球 如今这种离谱的再生法 若闯关 就怕培养出无数个高端 记者线红如陈冠宇台北报导